高雄歷史建築祁山車站 曾經是崎美地區的主要運輸門戶 但是車站修護保存有站無車 因此高雄文化局向台唐商界 過去行駛在崎尾縣的老蒸汽機車 老蒸汽機的車頭 擺放在祁山車站 讓祁山人對於車站的記憶再度鮮活起來 停駛38年之後 編號353的比利時蒸汽火車頭 再度在祁山火車站內響起鳴笛聲 也再回老祁山人滿滿的記憶 台唐它的一個LOGO 跟它跑過的一個沿線 這裡是祁尾線 祁尾線就是祁 就是祁尾線就是祁字號 所以它這個部分是比利時的 日志時期台唐公司修竹鐵路運輸甘蔗 全長近40公里 共設了22個車站 其中祁山車站是外型最特別的車站 但隨著唐業衰退 到了1983年鐵道拆除殆盡 只保存了祁山火車站 因為這車站本身我們可以看到 它後面它這個八角的這個設計 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這個祁山車站在整個祁山地區 它就是成為祁山這邊的一個叫Landmark 去年7月整修關閉後 高雄市文化局趁機轉型規劃 台鐵故事館 並找回曾經在祁尾線 服役30年的比利時353蒸氣火車頭 讓祁山車站在線往日風華 聯合報徐白鷹高雄報導 超清激酱及高雄市工夫屋 什麽 嚇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